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星期二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欢迎您成为绿宝石会员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 美国8月贸易逆差收窄至5个月最低 出口额上升 进口额回落 美国8月贸易逆差收窄 8月份贸易逆差收窄至704亿美元 为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贸易逆差收窄幅度为85亿美元 为2023年3月以来的最大收窄幅度 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变化 出口额上升2% 进口额下跌0.9% 进口额变化的具体原因 工业、供应品进口额大幅回落 主要受当月原油价格走低影响 消费品进口额走高 可能反映了美国零售商 在工人计划罢工前增加海外订单 商品出口增长 美国商品出口跃升 主要原因是资本品和机动车出口增加 对GDP的影响 第二季度商品和服务贸易 对GDP的拖累达到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 但最新的净出口数据显示 这种拖累影响有所减弱 经通胀调整后的数据 经通胀调整后 8月商品贸易逆差收窄至886亿美元 为2月份以来的最小逆差 哈里斯领先优势缩小 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 美国大选临近 2024年美国大选定于11月5日举行 届时将选举总统 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 即参议院33个议席 民调结果 最新路透社易普索民调显示 副总统哈里斯以46%对43%的微弱优势 领先前总统特朗普 领先优势以缩小至3个百分点 经济与移民问题 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获得更多信任 约44%的受访者认为 特朗普在解决生活成本上涨问题上更有办法 而53%的选民同意 非法移民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 精神敏锐度 选民对哈里斯的精神敏锐度信任度更高 55%的人认可他精神敏锐 能够应对挑战 而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人只有46% 摇摆州支持率 在几个对美国大选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摇摆州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许多结果都在误差范围内 民调趋势 自哈里斯7月底参加竞选以来 他在公布的六次路透社 易普索民调中都领先特朗普 但领先优势逐渐缩小 英伟达股价逼近历史高位 科技巨头争相依赖其尖端芯片 英伟达股价上涨 全球算力芯片龙头 英伟达公司股价在周二继续上涨 最新报价接近6月份的历史收盘高位 科技巨头依赖英伟达 近期多家科技巨头在展示业务进展时 提及了对英伟达尖端芯片的依赖 红海富士康透露 正在墨西哥建设大型AI服务器制造设施 以满足对英伟达GB200系统的要求需求 微软Azure云服务宣布已经获得了配备GB200芯片的服务器 并强调是第一个用上Blackwell系统的云服务供应商 OpenAI筹划独立发展 由于不满微软无法提供足够的算力 OpenAI正在筹划摆脱对微软的依赖 计划独立租赁数据中心和开发AI芯片 与甲骨文商讨租赁数据中心事宜 英伟达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影响力 台积电正在使用英伟达的计算光刻平台 CU-LITO来加速制造 并推动下一代先进半导体芯片的物理极限 英伟达介绍称 使用其GPU硬件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并降低成本 三星致欠 韩国内存巨头三星在发布利润警告后 罕见公开致欠 原因是向一位主要客户交付HBM3E芯片的时间延后 在AI服务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商领域 SK海力士和美光是英伟达的主要供货商 特斯拉Robotaxi Day来袭 马兹克展示自动驾驶与机器人技术面临竞争与市场的双重考验 特斯拉Robotaxi Day活动 特斯拉将于10月10日在洛杉矩华纳兄弟工作室举行Robotaxi Day演示活动 预计公布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进展 活动目的强化特斯拉作为科技公司的形象 而非仅仅是汽车公司 预计展示内容 没有方向盘或脚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原型车 可能进行封闭场地演示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Optimus的进展 可能展示机器人驾驶汽车或充电等新功能 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优点宣传 包括安全性、省时性和经济性 可能推出新的低成本电动汽车Model 2 无线充电和自动充电技术的展示或讨论 马斯克的目标 马斯克计划通过此次活动 将投资者展示 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潜力 并强调特斯拉的真正价值将来自这些领域 竞争与市场压力 特斯拉面临电动汽车市场的销售压力 和竞争对手在自动驾驶出租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包括Vimo、比亚迪和百度等 监管问题 监管机构对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安全性仍存在疑问 马斯克的高风险转向 马斯克将特斯拉推向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 希望抓住更广泛的机会 但这也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今天我们留下三个字 白热化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那么市场呢一直在这里震荡 今天呢纳指期货收涨1.5%左右 我们看到多头又回来的感觉 说这个市场怎么正来正去的呢 是的 因为它在走震荡行情 特别是窄幅震荡行情 对吧 但我们呢也给市场画了一个框 你如果选择向下 我们就减仓 你如果选择向上 我们就观察和等待 甚至如果后续还有阳线就加仓 但是呢市场呢 还没有特别明显的选出方向来 不过按照我们的交易模式 窄幅横盘震荡应该被当作近期波段的上涨的上涨中继 我们是顺势交易者 对吧 直到他用持续的阴线来改变这种预期 当然即便是给持续的阴线 我们对他的预期呢 是上一波波段的回撤 是吧 那么想要逆转为熊市呢 有一些低点也需要去跌破 特别是黄色的上涨趋势线还没有被摸到啊 那么今天阳线又给了多头一点信息哈 因为昨天空头来了一根阴线 空头又放弃了 所以呢这个市场呢 在近几个交易日呢 有所捉摸不定啊 那大家呢也不要说过于的判断大的方向 那如果非得要选的话 那就选多头的方向吧 行吗 当然这只是事后说啊 但是我们的交易模式告诉我们 第一假设这是回撤 而不是反转为熊市啊 直到他改变我们的这种感觉啊 那我们的感觉目前市场验证下来 胜率还是略高一点点 那么后续会不会又跌下来 后续再讨论啊 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都是有可能的 那有没有可能再凸上去啊 看这样子有戏啊 就市场呢 这个空头啊 目前还没有连续的抛盘啊 那如果后续又是大阴线呢 那我们维持我们的计划了 跌破的话减仓 后续观察回撤的一个情况 是吧 那如果力度过强继续减 如果跌破趋势线呢 肯定要继续减了 还要提防着大型震大行情啊 甚至是超级熊市是吧 那现在像超级熊市吗 不像啊 现在还是牛市的范围内 多头目前还在主导行情 我们在上周末复盘的时候说 市场有可能在这里窄幅收敛震荡 听到过这个词汇吧 收敛震荡 那么近期的很多图片都是这样的走势 你看大盘也是这样 那稍微悲观一点就往下跌一下吧 没有出现啊 那明天会不会 不知道 我们说窄幅横盘运动的短线 或者说短期的波动呢 你无法去准确预测 我们只能去找它向上突破 或者是向下跌破 这样的一个K线再去讨论 现在这种在框框内部的一个窄幅波动 你就只能继续看涨 是吧 说空头又失望了 一天一变 所以说这种 这没法交易 这种 就只能看着 这种波动太小了 太窄 有人说就喜欢这种窄的 可能每个人转的波段不一样 你转的是日内的一些波动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 也是在这里震荡吧 今天又是小阳线 反正就是没跌 这样的话我们还得等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罗素 罗素也是 罗素我们今天盘前 特别加了一根窄幅的 这个短期的这根小上涨趋势线 再加上这根下跌的小趋势线 它这里震荡的吧 你看这K线是不是 越来越在这里收敛了 那这样的话只需要大阴线往下砸 或者是大阳线往上拉 就能确定接下来的走势了 那我们的第一预期是上涨概率高 为啥 因为近期的多头不断还是更强势一些 那万一暴跌呢 暴跌那就跌破趋势下了 那就那就只能说震荡了 无惧震荡了 趋势行情的交易者预期 他希望趋势永远都能维持下去 而震荡行情交易者不是 震荡行情交易者认为趋势不可长期持续 他不断的在猜顶和猜底做反转行情 那我们这里是顺势交易者 我们这里是趋势交易为主 对于震荡行情的预期 大多出现在小盘工里 对吧 所以我们对罗素的基本预期还是震荡 但是如果啊 这里能够维持一个偏震荡上行 我们就会改变这种想法 所以趋势和震荡 在市场里不断的轮替 是吧 我们的思维呢 也从顺势变到逆势 基本上还是以顺势的思路为主啊 说这变好难难 你看那些猜挺的人 猜底的人 基本上都是逆势的思维 我这里呢 以90%都是顺势思维 切换是比较难的 因为真正的拐点比较难以判断 好 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今天呢 又是阳线啊 你看 对吧 我们也给他画一个框框 也就是说 这万一是最终的大顶就麻烦了 那你就连续的往下跌 我们就牺牲这两根黑线的利润 我们减仓 对吧 还要跌破这根黄的七线 还要不断的下跌 才能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熊市啊 那么现在呢 现在好像空头也没有在竖直方向上显示出连续的力度 那这样的话 多头呢 暂时还要继续观察 是吧 他不选 这个主要是 你看美股主要空头啊 他不愿意使劲砸 不愿意连着砸 那多头就笑了 对吧 但凡空头有点力度 多头就要提高警惕 是不是 所以每次出现大阴线的时候 都是我们要提高警惕的时候 如果出现大阳线呢 那又开心一天 所以啊 博弈呢 是不断的在动态的变化来 才这种变化呢 咱们也不能完全捉摸 不能完全弄清楚的 弄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只能等一些重要的信号可以先出现 你不能提前知道 所以我们是 趋势线破位的时候才会出现卖点 没有破位或者说支撑区没有被跌下来 就不能假设是顶 我们假设是上涨中继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的交易者 而不是逆势交易者 那么在趋势行情比较多的市场里 最好是顺势交易者会好一点 在震荡行情比较多的市场里 比如说英国的股指 那你应该是逆势交易者会好一点 他老是震荡嘛 你还是大趋势太多的话 你老是逆势的话 胜率低啊 只能说略低 比多头要低 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的大牛股PLTI 今天又一根漂亮的大阳线 说怎么的 牛啊 昨天一根阴线太小了 我们说要观察今天跌破下来的可能性 跌破下来也当做小回撤 可惜空头呢 没有连续的跌 那今天又是大阳线 看到吧 那么很快呢 市场将去尝试突破左侧历史高点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走位 和我们的纳指不是非常相像吗 他们都想去突破左侧历史高点吗 想吧 想 为什么 因为空头他不想进场 所以多头就只能往上走 他不想进场指的是强劲的 连续的强劲的 空头没有这样的话 那多头就尝试突一突了 那美股很快就要再创历史新高 我指的是科系股 我们再看另外一只大牛股 涨不涨 涨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画一个 稍微陡峭一点的 去尝线 你看它的历史 对吧 强不强 强 那第二来呢 接下来我们看趋势线的破位情况 我们看一下CCL的表现 CCL这个图啊 我们其实已经关注好久了 那它这个震荡起盘时间太久了 太浪费时间了 不过 还是上行的概率高 是吧 你看这几根空头K线 跌一下就横盘了 又弹起来了 跌一下又开始 K线又变小了 然后又上来 那这样的话只能看涨 我们这根紫色的上涨趋势线 也没有被跌破 是吧 那这个如果一旦涨上去 那可能就要走到这个位置了 30一代 现在是18 因为这个震荡区间时间太久了 基本上就要往上走了 走到下一个阻力区 再去震荡 你看它有时候很久 这个波段呢 也非常直勾勾 对吧 但是震荡行情也很久 就是为了洗这个位置 洗盘 好 感兴趣的交易者 应该画好这根水线去做 或者不要做 我们看一下大英 谁呀 英特尔 那么英特尔的话 就有可能继续涨了 因为它的空头相对较弱势 但是大家有地方这种 涨完了之后 就再无需震荡这种情况 因为它的性格特点 就是这种 看到吧 这边已经有过了 所以这图呢 不喜欢的就不要做了 也不要觉得 它未来一定会怎么样 八顿还没一瓶呢 他们家这个传统业务 代工业务也没没剥离呢吧 新业务 研发芯片 也没弄出来呢吧 都是一个想法 设想 不过战略的愿景还是不错的 但是具体的实施 战略上的实施呢 还没什么动静 好 那主要还是一局部小波段为主啊 我们看一下大鹰 刚才是大鹰 现在是小鹰 英伟达 英伟达我们的基本预期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不知道 来看这个趋势线 是吧 趋势线 包括昨天的K线向上突破了 对吧 突破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紫色的 尽管昨天的K线 有一点点上影线 是吧 但昨天仍就是阳线 我们只是表达了担忧 对吧 表达了对影线的担忧啊 有多点 怎么有点小犹豫呢 但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反向的强劲的阴线出现啊 而相反 今天是阳线 上涨4% 是吧 不符合我们的卖点啊 的定义 不符合卖点的定义 对不对 我们表达担忧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信号K线没有给出啊 空头K线没有给出 那这样的话 还得继续看着 你说这也要去创历史新高来 我看游戏 很快就要创新高了 那这样的话 800块钱还真有戏啊 就是有一个分析师认为 英伟达未来五六年 有可能涨到800 从现在的130 涨到800 我们说一切 皆有可能 估计很多网友都已经怀念这句话了 一切 皆有可能 看到吧 好 我们看下博通的表现 也是如此 我们给大家画了个框啊 基本预期是在这里震荡 但是他如果选择向上突破也OK 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个框 我们为了给他设定一个止损点 跌破这位置可能要减仓 没有跌破 那看明天能不能凸上去了 但如果明天再砸下来呢 那我们的计划还是在这设定止损 是吧 不要猜顶 对吧 这么漂亮的大阳线 今天没办法定义为顶 我们看一个比较倒霉的图 谁呀 微软 微软说他倒霉吧 今天又来一根阳线 那么这样的话 再来一根阳线就可以做多了 为啥 因为这个open end 要把它给甩了 所以你看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也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这个说变就变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重大的变化 说open end跟他分手 或者说相对的来说 保持一个更远的距离 会不会对他有不好的感觉 应该会有一点 不过也不至于说让他崩盘是吧 你看今天就来了根阳线 我们说多头的回归 也要连续的回归 今天一根还不够 还需要更大的阳线来弄上去 才能加仓 对吧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图片的 接下来的变化 它稍微有一个小不利好的因素 刚才新闻中特别提到了 好 刚才提到这个特斯拉 明天 明后天吧 后天 10月10日将会有这个 就是技术日了 对吧 你看特斯拉是不是在我坏的宽里震荡呢 目前是这样 它跌破的话就构成减仓位了 是吧 不跌破的话先不要动 今天又微微的上涨一点点 其他图表呢也都还好啊 包括半党体行业整体也还好吧 在我这宽宽里震荡吧 它没有暴跌 没有暴跌 对吧 还没有暴跌 好 这期节目我们先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接下来呢 可能会有全球主要国质的分析 特别是A股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成为绿宝社会员 好 记得写三个字 白热话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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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